核四本身而言是非常不安全 我從2005年開始研究 核四的地質 還有核四的海嘯 還有核四的數位移控 還有核四的建造等等 我這樣綜合下來 如果我們的政府要強烈 一定要去把核四起風商轉 那一定會發生核四何災 核四製作電廠到底安不安全 我認為公投必須要投同意 我們才能把這座電廠打開 所有的地質調查的報告 目前核四場的地質是安全的 即便包含了 反核方質疑的外海斷層是否相連 或者是S斷層 已經被證實它不是活動斷層 那全台灣 如果你上中央地調所的網站 你看全台的活動斷層 在北海岸是幾乎沒有的 台灣在這個環太平洋的地震帶上 適不適合發展核電 其實過去已經吵了40年 那以目前的四個廠子 核一 核二 核三 核四 四個廠子來看 其實核四場的廠子是 可以說是從地質上來講是最不安全 因為它就是一個斷層在 從它的機房下面通過 如果沒有三接 那一定是缺電 已經是缺電 核四因為過去都是已經30幾年來的 也沒有發一度電 那整個對我們電源供應的影響也不是那麼大 到底核災的成本多少 我們當然會說缺電怎麼樣說 我們一定不能缺電 問題是說你一定要用核四的時候就面臨核災成本 那我們有沒有去估算核四發生核災 對我們整個國家的影響 不管是2017年的815大田店 還是今年的513跟517 總共連續兩次的全國大田店 民眾都是非常的直觀的 而現在經濟部說的所謂的不缺電 是指狂燒火力的情況下不缺電 如果藻礁公投通過 如果三接不蓋 那我們就會缺電 中南部就要多燒煤 就不能減煤 那我自己身為台中人 我就覺得說很奇怪 北部蓋好的核四場為什麼不重啟 如果核四重啟的話 那中火可以關一半啊 你說核廢料 核廢料一輩子都沒有影響我們的生活 也不影響環境跟生態 可是火力發電排放的空污廢棄 是每一天都在殺人 看中國大陸 現在一個禮拜三天四天沒有電 這才叫做缺電 那台灣目前其實是停電 前面幾次都是停電 那停電這種狀況 其實是管理不善的問題 並不是說 我們真的沒有電了 這個狀況 那以缺電來講 其實台灣現在缺的真的缺的是綠電 很多的大廠他們現在在全台灣到處都在買這個綠電 那現在比較麻煩的是中小企業 他買不到綠電 那他怎麼賣給國際大廠 這才是我們真正要關心缺綠電的問題 不應該有核市場 因為這樣搞下去就是說 那個大家面臨一個到底 就是說發生核災的問題 那個空氣裡面那個輻射 那個高空排放的那個氣體裡面就含有很多輻射 整個台灣就是不能夠住人 就是有地震斷層 連核電廠都不能蓋 更不要講說一般的建築了 你是這種極端主義分子 除了這種人以外 你應該支持在核市場 新蓋兩座基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嶄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晚宇新聞台